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杀羊果报 放生得适 唐先生常年信佛吃素 而且经常购买一些鱼虾鸟却放生 对此他的一些同事朋友都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唐先生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涮羊肉 怎么样啊 是啊 最近我们工作 忙到连一顿饭都不能好好吃 今天正好有时间 我们就一起去慰劳一下自己吧 涮羊肉啊 不好意思 你们知道我是吃素的 所以我无法跟你们一起去的 我也劝你们几倍 以后也不要吃肉了 杀生吃肉 是会有相对应的果报的 唐先生 我有些不明白 是什么事情让你开始吃素啊 难道你从小就吃素吗 是啊 唐先生 听说你还经常买些动物来放生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你们没听说过 因果业报这句话吗 杀生吃肉是极大的罪业 终究会得到报应的 而放生护生则是极大的善举 这不过是句俗语而已 世上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啊 就是吧 因果报应这些话都是骗人的 是一些人编出来的 不是的 世上真有因果报应 我就有亲身经历的果报 啊 你说你经历过果报 可是唐先生你一直那么心善 而且还不杀生 不吃肉 怎么会遭到果报呢 我现在之所以放生吃素 就是因为年少时的那次暴雨 让我知道 刑恶终究是要遭到果报的 唐先生 你能跟我们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是啊唐先生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一年我十七八岁 住在乡下老家 快 快拿主干过来 这里有一只产宝宝 好的 给你 那时候的我十分晚期 特别是在下面 经常捕青蛙 蜻蜓什么的 而且几乎天天都会去抓产宝宝 哈哈 你看 又抓到一只 今天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少啊 快把他放进袋子里 太好了 这些产宝宝足够我们 好好地吃上一顿了 是啊 把这些产宝宝放进油锅里炸 嗯 那味道实在是太棒了 一想起来我就要流口水了 走 我们回家 炸产宝宝来吃吧 年轻人 你这袋子里装的都是产宝宝 是啊 哎呀 你们怎么抓了这么多产宝宝啊 因为我们有三个人 自然要多抓一些才够吃啊 年轻人 你们打算将这些产宝宝吃掉 当然啦 要不然我们抓他们做什么呀 你们怎么能为了口腹之欲 而杀害这么多条性命啊 我劝你们还是将这些产宝宝放掉吧 什么 放掉这些产宝宝 为什么呀 我们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抓到了这么多只的 是啊 为什么要我们放掉他们呢 你们难道就没听说过 杀生终究会遭到果报吗 不过是抓一些产宝宝罢了 这也算杀生吗 产宝宝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生命的 你们伤害了他们的性命 便是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这是真的吗 哎 别听他胡说 我们捕过蜘蛙 抓过蜻蜓 你看 我们什么时候遭到果报应啊 对 我们才不相信什么报应 过去 别人告诉我 说杀生终究遭到的恐慌 可我却从来都不相信 然后就继续做着那些杀生恶心 那时候 我实在太残忍了 不知道杀掉了多少动物 喂 这里真的有野兔吗 真的 昨天 我亲眼看到 有一只野兔从这里窜了出来 可惜我一个人没办法抓住它 所以今天才找你们来一起帮忙的 可是我们在这里找了好久 怎么连只野兔的影子都没看到呢 别着急 慢慢找 只要我们抓住它 今晚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烤野兔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肚子都饿了 我们快点找到那只野兔吧 你们看 那是什么 什么 不会是野兔吧 体型这么大 怎么会是野兔呢 原来是只羊啊 快 我们快过去看看 咦 奇怪了 这只羊怎么会跑到这里呢 我想 这只羊一定是牧羊人一师的 嗯 有道理 山下经常有人放羊 没想到这只羊竟然会跑到山上 哈哈 我们今天的运气可真好啊 我们运气好 我们连野兔的影子都没看到 哪有什么好运气啊 哈哈 这么大的一只羊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还抓什么野兔啊 是啊 这只羊可比野兔好多了 我们一起将这只羊抓回家 煮羊肉汤喝 岂不是更好 对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 于是 我便和同伴一起将那只羊抓回家 盖子的羊不要叫了 吵死人了 他这样一直叫下去 那可不行啊 万一被羊的主人听到了 向我们把羊要回去 那我们就白费了 是啊 这样我们可就白费力气了 要想个办法让他别再叫了 啊 有了 我有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叫呢 只要我们拔断这只羊的舌头 那他就不会叫了 为了让那只羊不再能叫 我将同伴拍开羊的手 然后用力将羊手拔断 此时那只羊痛苦万分 满口心血淋漓 当天晚上 我们就将这只羊 在下吃掉了 哇 这羊肉汤的味道可真香啊 对啊 我看煮得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开动吧 我都快等不及了 这汤的味道真是太好了 就在我们吃了那顿羊肉后 我和那几位同伴的舌头 突然开始渐渐回缩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是你杀羊断舌的果报 是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果报 只是凑巧得力肿什么病吧 当时我去了好多家医院 吃了好多药 医生都束手无策 唉 你将羊的舌头拔断 所以才受到了果报吗 是啊 那时候我才真正日迷 因果报应原来是有的呀 那后来你的舌头 是如何恢复健康的呢 多亏我遇到了一位 修习佛法的师父 他告诉我放生护生是极大的善语 鱼朔开始放生吃素 神奇的是我的舌头 简慢慢开始恢复了 哦 这真是太神奇了 是啊 我们可不能再做恶扎生了 免得以后遭到果报 是啊 杀生得恶宝 放生修善果 如果等到恶宝降临 那就来不及了 嗯 我们明白了 幼时害鸟成年兽暴 在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的小孩子 不像现在的孩子 很少有什么新奇的玩具 所以当时的小孩子 大多都只是结伴到处玩耍 杨淑敏小姐 小时候非常调皮 常常在玩耍中残害小动物 例如挖蚯蚓 或是抓蝴蝶 青蛙 蜗牛 甚至偷捞伯父养的鲸鱼 然后将鱼 活生生地放在烧红的铁盒里煎烤 唉 淑敏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小鲸鱼呀 大伯 我在煎鱼 很好玩耶 淑敏啊 你听大伯的话 以后不要再上海小动物了 好不好啊 为什么呀 这只动物跟我们一样知道痛 也有感情 我们伤害它们是在做坏事 这样会有报应哦 遭到报应 可是我没有遭到什么报应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知道吗 嗯 过没多久 淑敏就把伯父的忠告 抛在脑后 依旧到处抓小动物来玩 啊 蜻蜓 太好了 看我怎么把你们抓住 我打 我打 这是从哪里传来的鸟叫声啊 淑敏在自家花园的墙缝里 发现有两只鸟 非常忙碌的飞进飞出 原来是有鸟巢啊 母鸟和公鸟正来回忙着喂食小鸟 原来这两只鸟在抓小虫喂墙缝里的小鸟 啊 对了 我可以把墙缝里的小鸟抓来玩 看我的 哇 好可爱的小鸟 我要把它带回家养大 哎呀 好痛哦 那两只鸟为了保护它们的孩子而拼命抵抗 把鼠女的手背啄得都淤青了 它也管不了那么多 使劲地抓着小鸟的饭 哈哈哈哈 一点怜悯心疯了 第二天一早 母鸟听到小鸟吱吱的叫声 便飞到屋檐下探望 小鸟一叫 鸟妈妈就马上回应 啊 妹妹 你把这只小鸟放了吧 为什么呀 你看 她的父母没有了孩子 多着急呀 小鸟的感情和我们人类一样 亲子分离是多么的痛苦啊 不要 我才不要把这只小鸟放回去呢 我要把它养大 啊 那天下午 这只小鸟便因为没有父母在旁照顾而死了 小鸟死后 淑敏仍不甘心地再去找其他鸟巢 又带回了两只小鸟 结果这两只小鸟也因为照顾不着而不幸丧命 哥哥 啊 我的小鸟怎么死了 我的小鸟为什么会死掉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只鸟还太小了 我们是养不活的 我劝你放掉它 你偏不听 你看 现在它死了吧 死了就算了 那我再去抓别只来玩就好了 就因为 孰明小时候年月无知 在胎丸的念头下 做了杀生的行为 使动物们丧失性命 骨肉分离 到它成年结婚后 便因此受到杀业的果报 怀孕到第四个月就流产了 没事的 老婆 等你身体养好了 我们再生就好了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每次我怀孕四个月就流产了 连续这样没了两个孩子 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 哎 妹妹 我想这是因为 你小时候杀生的夜暴嘛 啊 夜暴 我怎么会有这种夜暴呢 你还记得吗 你小时候特别高频 很喜欢上海小动物 有一次你抓了此小鸟 还是要想他们 结果把他们都给弄死了 当时那些猛灵的叫声 是多么不舍呀 我想或许就是因为你杀起骨肉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夜暴反托吧 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件事 哎 就算我当初不相信因果报应 也应该将心比心呢 哥哥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现在你们只有多多放生 护生 勤修善业 才能弥补过去所犯下的罪业呀 老婆 我们就听哥哥的 等你身体恢复后 我们也多放生 拜佛 多做善事 嗯 就在哥哥的建议下 杨小姐与政府开始经常参加 放生晚会 行善祈福 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生后 杨小姐终于又有了生命 并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当初多亏我们听了哥哥的话 及时行善放生才有了这个宝宝 是啊 以前我哪里会想到 小时候调皮好玩 伤害小动物 竟然会在成年后自食恶果呢 以后我们可要教育好我们的女儿 让她知道爱护生命的重要 可千万不能让她 也有杀生害命的坏习惯 是啊 可不能让她像我这样 等到后悔时就晚了 所以父母 在孩子年幼时 应该要以感应天会颠覆为她们的真真 让孩子积善重得 陪之后福 出个抹座 重膳奉行 就这样才可以远在那里招来吉祥啊 一念慈悲 救护救己 在山脚下的村子里 有一位黄姓的猎人 他经常在山林中设置陷阱 老黄 老黄 你又要上山设陷阱啊 是啊 最近就是狐狸活动的之节 我看看能不能捉几只狐狸 老黄 你设了那么多陷阱可要小心 不要哪一天自己掉进去啊 我看要小心的是你 以后上山捡柴火 别走太远 要进我的陷阱里 可是没人救啊 哈哈 两位再见了 我要去忙了 这位黄姓猎人挖的陷阱 又一人高那么深 每次挖陷阱的时候 他腰上都会系根绳子 而绳子的另一端绑在大树上 这样挖好陷阱后 他便能拉着绳子爬出来 嗯 够山了 狐狸掉下去绝对逃不了 挖好陷阱后 他会用一根根木条架在陷阱口处 然后再铺上杂草 杂草上面再盖上一层薄薄的土 经过伪装后的陷阱 看上去跟普通的地面就没什么区别了 但只要有动物踩出去 那就会立刻掉落进陷阱里 好了 陷阱做好了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狐狸掉进去陷阱里面 黄性猎人走后没多久 便有一只母狐狸带着他的孩子 从这里经过 小狐狸在前面奔跑着 一步步靠近陷阱 就在小狐狸即将掉落陷阱时 他的妈妈如闪电般冲了过去 一下子将小狐狸撞在一旁 而自己却跌进了陷阱里 这只小狐狸一直守着 跌落在陷阱里的母亲还没有遗去 到了晚上他就趴在陷阱口睡觉 到了第二天 黄性猎人来到了山上查看陷阱 老黄这么早就上山呢 是啊 我去看看昨天挖的陷阱有没有收获 啊 这么快就会有猎物掉进去吗 有可能的 最近山上的狐狸活动很频繁 说不定今天就会有收获的 黄性猎人来到陷阱处 打下吃了一惊 啊 陷阱口已经曝露在外 而在陷阱口旁还趴着一只小狐狸 啊 怎么在那里还有只小狐狸 真是奇怪 通常狐狸见的人之后都会立刻逃跑的 这只小狐狸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呢 陷阱里的母狐狸似乎改变了危险 还用叫声帮自己的孩子赶快逃命 可是小狐狸却依旧守在陷阱口 不愿离去 真是母子情深啊 这只小狐狸为了掉进陷阱的母亲 竟然不离不弃 如果伤害了他们 那可是天理不容啊 黄性猎人被眼前这对狐狸母子的行为所感动 于是决定将陷阱里的狐狸妈妈救出来 小家伙 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我帮你把妈妈救上来吧 别害怕 有着绳子 我把你救上来 真是母子情深啊 好了 你们走吧 狐狸和我们人类一样有情感啊 我过去真是太不应该了 从那以后 黄性猎人便将自己在山林中挖的陷阱一一填平 并下定决心今后不再捕猎动物 老黄 怎么 没有收获吗 我下定决心了 以后不再捕猎了 啊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没有开玩笑 我想明白了 动物跟我们一样都是有感情的 我实在不忍心再伤害他们了 我要把我以前挖的陷阱全部填平 灭得山上的动物再掉进去而丢了性命 老黄怎么改变这么多呀 这下的安全了 哎呀 天怪黑了 剩下的陷阱明天再填吧 然而 黄性猎人忘记了 前方有一个几个月前挖的陷阱 就在他准备下山回家的时候 一下子掉进了那个陷阱里 哎呀 糟糕 哎 我怎么会忘记这里有个陷阱呢 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黄性猎人多次尝试着从陷阱里爬出去 可是陷阱实在太深了 看一次次的尝试都忠告失败 该死 太高了 根本爬不上去呀 黄性猎人没有办法 救命啊 救命啊 但这里可是山林深处 根本没有人能够听到他的呼救 救命啊 救命啊 有没有人呢 快来救救我呀 这时候 这时候 这时候曾经被黄性猎人救过的那对狐狸奴子 寻身跑到了陷阱旁 然后探头看了看陷阱里的黄性猎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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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射陷阱 扶住狐狸 没想到今天自己会掉进自己挖的陷阱里 这真是报应啊 五狐狸 见到陷阱里的黄性猎人后 便朝着树林里长将了几身 没多久 好多狐狸 拒绝过来 突然 众狐狸 纷纷跑开 然后 叼着一些树枝 丢进陷阱里 哎呀 这些狐狸 是要救我呀 狐狸们 叼来的树枝 越来越多 黄性猎人 将这些树枝 垫在脚下 没多久 便垫了厚厚的一层 他也得以顺利地 从陷阱里 跑了出来 真是谢谢你们 原来这些狐狸 是来报恩的呀 没想到 我的那一丝善念 竟救了自己 看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句话 真的很有道理 回报报报报道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淨号 012001 197388 012001 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教慈悲之业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4月份课程 第一周 4月9日星期二 梁武帝与保志工禅师 第二周 4月16日星期二 保志工禅师与梁黄产 第三周 4月23日星期二 梁武帝问因果 第四周 4月30日星期二 伐摩大师与梁武帝 5月份课程 第五周 5月7日星期二 梁乐菩萨的化身布带和上 第六周 5月14日星期二 布什肉 梁乐菩萨的前世今生 第七周 5月21日星期二 梁乐菩萨上身都帅天人姻缘 第八周 5月28日星期二 都帅下身龙华三会的梁乐佛 六月份课程 第九周 6月4日星期二 极乐净土与都帅净土 第十周 6月11日星期二 法藏比丘与极乐净土 十一周 6月18日星期二 极乐净土的九品连池 十二周 6月25日星期二 去极乐世界做什么 尽邀大德一起加入学习行列 枝节访疫 实践佛陀教法 提升自我 利乐友情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狗狗行为免费矫正座谈 主讲人阿喜师兄 日期 6月22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7点至9点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参法义共募福恩 早晨迷人的花朵 到了夜幕低垂时就会雕尾 亲吻的人们啊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肉体之上 缤纷多彩的花朵 在夏日微风中耀溢 但经过冬天的暴风雪 或一阵冰雹之后 这些花朵还会存在吗 在秋天 森林的颜色 从青绿转为金黄 在冬天 树木的枝头 一片阴郁黑暗 了无生气 我们的身体 也日渐老化衰退 对此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越把心思 放在身体老化之上 就越感到焦虑不安 让我们少去烦恼身体的外貌 多多把心思 放在如何不要浪费生命 让我们修持佛法 我们越是静静的修持佛法 就越感到心满意足 最最大的福 是最大的山 走 更远